接下來我們來簡單介紹一下這個課程 其實這個課程主要的目的 當然我剛剛有提到 主要是利用ChargePT 它能夠幫助我們在 Python 上面 或 Excel 上面的程式撰寫 那目前的應用 就是第一個 AI 的生意 真的是 AI 的應用 如果用在大數據分析 或者像 AIoT 或者像工業 4.0 等等的相關應用 甚至是網路爬蟲 它其實也可以輔助 所以後面其實我們也可以做一些練習 比如說我想要爬取網路資料 爬到之後 看能不能做一些整理之後 把它丟到 Excel 或者是分析結果丟到 Excel 那這個過程該怎麼做 那程式要如何撰寫 OK 我們後面我會做一些簡單的說明 那接下來的話 我大概把那個 剛要大概說一下 因為後面我的設計 是希望說能夠 第一個要先把基本的稍微講一下 因為我看一下 蠻多同學好像對拍照的基本的概念 好像還是不太OK 所以我後面會講幾個重要的範例 反正你就做完就對了 如果你有時間 如果以前你有學過 你可以再延伸 甚至你直接 乾脆利用XRGPD看看能不能幫你產生你要的東西 你試著學習如何跟XRGPD對話 然後讓它了解你說的話 讓它幫你產生你要的程式 OK 如果幫你產生程式 也有一種可能性 程式裡面也會有BUG 我還蠻常遇到 就是程式的RUN會有問題 你要怎麼把那個BUG給解掉 OK 那這個也是蠻重要的 另外我是覺得XRGPD還有一個優點 就是它也會幫你解BUG 而且這時候我也試過 像有時候學生常問我問題 程式 因為程式好多好多 我這樣慢慢看 我覺得很花時間 那我就直接以為很偷懶 直接貼到 請問一下 你學生有大概哪一行出錯 我說哪一行是不是可能有出錯 請你告訴我哪邊出錯 他現在馬上幫我找出那個錯誤了 OK 我覺得這樣很棒 雖然你也可以自己慢慢看 但問題你要看那個程式 看到眼後 這個很累 所以這個時候 XRGPD也可以幫你解BUG 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其實它優點還蠻多 只是說你要懂得如何 應用它的優點 但是它有缺點 缺點其實也蠻多的 因為它其實有時候 像最近好像聽說 XRGPD也會提供一些不正確的訊息 變懶 或者是說 它可能變有點 也會學習人一樣 就是人的一些惰性 它也慢慢會出來 OK 所以也不完全是完美的 當然我們也不是站在那個 吹捧它 不是說把它神化 當然目前因為 看到股價就覺得 哇 AI真的被吹捧得很厲害 真的很多公司其實沒那麼好 那當然投資人就盲目的 所以把錢全部都投到一些 AI相關概念股公司 其他股價都沒漲 它就漲翻天了 像那個NVIDIA 黃仁勳 他好像今天好像還在台灣 而且好像到處去逛 他股價就已經不知道漲翻天了 不知道漲了幾倍了 OK 那當然是不是合理 當然我們沒辜解不論 可是實際上就是剛好有這個需求 而且其實當然它又跟台灣的關係這麼好 而且AI的晶片其實最重要還是要仰愛台灣 OK 所以其實剛好有這層關係 那至於後續的那個AI的眼鏡會怎麼樣 當然我們就是 主要我們先以這個方向來看 所以後面的話我基本上會舉一些例子 然後用那個AI的部分來試著做做看 那再來的話有關就是我的簡介 那我的簡介大概講一下 我在網路上其實放了很多的相關的影片 文章 所以其實很多很容易就可以找到我的相關的東西 那我之前有曾經最早是擔任Coding 程式設計師 我自己寫程式也寫了應該有30年左右了吧 OK 那我教學經驗也差不多20年以上了 我教程式 那最早其實很多時候是很喜歡寫一些部落格文章 分享一些自己的一些寫程式的心得 然後也會拍一些影片放上去 然後因為這樣的關係 就很多人就知道我 然後呢就邀請我來開課 像志祥這邊也是邀請我 我也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想好啊有機會 所以就到處開課 像我目前也有這樣台之大 台之大現在開課 那他們會找我其實也是因為 我有問那個系主任 我說你怎麼會找我 他說因為我想要找一個 以Sale VBA這方面的可以教的老師 然後他在網路上搜尋 搜尋來搜尋去 就都看到我的東西啦 所以他說欸那不找你好像不知道要找誰 好像好啊 那我就想說那剛好我自己也是台之大畢業的 我是校友 所以我想應援聚會好不好 那就幫我們目前 那我在那邊目前也就是開有關城市設計的課程 那因為現在教育部 就是希望所有大學生都一定要必修城市設計 這是一個目標 這個目標當然也是正確的 只是說好像非資訊相關科系的學生學程式 欸真的還頗難的 因為他們其實真的 但是他們也知道很重要 可是不知道怎麼學啦 所以像我最近上課的話 我就跟他們強烈建議 就是不然的話你們可以換個方式學習吧 我是覺得你也不用像以前那樣的方法 因為以前你光要養成一個工程師 你可能要學很多東西 但是如果你沒有那麼多時間 不然你用Tracy VT其實也OK 但是你要知道該怎麼用它 OK 它其實是真的可以幫上忙 如果你不是本科系 而且你沒有那麼多時間的話 它真的是一個還蠻好的方式 那當然不是說這個東西一定是萬能的 但是至少是一個路徑 OK 好那大概是這樣 然後其他的話拿一些獎項 然後那我證照的話 像Python的證照 我之前也取得過像Python的程式 然後網路爬蟲的 那之前也去上了那個什麼 機器學習的 本來要考 但因為疫情關係就沒考 OK 然後還有像Pow BI等等的 那我目前證照就三十幾張 然後上課的相關用書其實還蠻多的 所以你們不妨也可以到書店翻一翻 但是因為我自己個人還蠻喜歡翻書的 而且還蠻喜歡看一些有的沒的書的 然後我是覺得說那些書其實對一般初學者來說 真的是不太容易 所以我大部分我是自己看完那些東西消化之後 我發現重點 因為相關如何解決Python跟以色友之間的這個部分 那我發現書就厚厚一本 那很多人看完之後我看還是找不到重點 所以我就把重點告訴各位就好了 其實如果你要解決Python 能夠跟以色友結合我會有一些範例 反正我是覺得如果你假如沒那麼多時間 你不妨就用範例 然後呢先可以Run Run熟了之後自己再去變化一下 如果有些東西變不出來 你再去透過QRGB幫你變化一下 我發現QRGB真的可以幫助我還蠻多的 因為有些東西我自己也懶得去查那些原始的文件 但是QRGB它就提供給我一個範本 然後我拿它的範本來修改 我覺得還蠻快的 但是因為我不太喜歡別人的寫作的那種風格 所以其實很多時候我都會把別人的那個寫法 改成我的寫法 比如說像那個變數的建立名稱 比如說我習慣ABC 但是它就習慣用很長一串 那個名稱很多時候我就把它改成簡單一點好了 然後語法那個都其實都可以改 所以未來我是建議 你慢慢可以養成一套你自己寫作的習慣 那個習慣不一定要跟我一模一樣 因為你千萬不要為了要模仿而被框住了 那永遠你都會程式都寫不好 因為我以前就是有一段時間 就是一直覺得別人都是最好的 然後我一直模仿 但後來發現我不會寫程式的 我寫不出來好像就沒辦法施展 後來有一天我就想說 沒辦法我是隨便寫 我用我自己的想法寫 突然發現可以 而且還可以寫得很好 而且我好像什麼都邏輯都很通了 我也不用特別去背 也不用特別去記 但是可能需要一點時間是真的 這邊提供了幾本書給各位 陳慧安我跟他也算有點認識 OK 然後我發現 因為我自己會上課錄一些影片 然後我發現 好像他們也會取材我的東西 OK 才發現奇怪 這我上課講的東西怎麼 好像發現人家書裡面會出現 我是沒有特別 因為我發現現在寫書真的要需要一點佛心 因為寫一本書 他的那個週期滿短的 很快就 然後真的能夠賺 賺的我覺得是賺到一些小名氣吧 但是你真的要賺到錢 我覺得要透過寫書來賺錢 真是滿難的 OK 我覺得反而你拍影片賺的錢 可能還比那個 還比寫書還要 而且你說知名度我覺得反而有時候影片 現在年輕人反而喜歡看影片 你說看書 所以有時候反而互相交流一下 OK 那目前的話 當然Python這個語言的重要性 應該毋庸置疑 因為目前是佔有率最高的 這是2024年的 然後它稍微有點小跌 可是目前前面幾個都固定的 這些東西 CC++ Hlb C Sharp 所以如果假設你對於其他語言不熟 其實沒關係啦 我剛剛講過 現在翹宜立可以幫忙 翻譯一下就好了 其實語言很多都相通 該有的都有 差別只是說 第一個 變數要不要宣告 OK 理論上 如果是比較傳統的一定要宣告 而且宣告要非常嚴謹 一點點都不容易 而且以前的宣告的形態 還非常多種 像整數就一堆了 浮點又一堆了 你光要把那個變數先了解 你恐怕就頭暈了 可是Python不用 另外其實VBA也不用 VBA也是 所以一般比較高階的語言 它的好處就是站在使用者的角度 反正這些你都不用學 反正你就是把東西放進去就好了 所以為什麼Excel Excel為什麼這個軟體出來三十幾年還屹立不搖 而且不只是沒有鬆動 反而市占率在台灣是95% 而且還有一點 它是要錢的 不用錢的一堆 還沒人買 這很妙 你說那個LiveOffice的Excel不好用嗎 很好用啊 Google Shits好不好 很好用啊 但問題為什麼不用錢呢 還打不過要花錢的 有沒有 你應該知道那個 像現在叫Microsoft 365 而且它是 是不是叫365 因為365天就要記得再花一次錢訂閱嘛 對不對 OK 可是呢 它還是這麼多人使用它 我覺得啦 自由軟體沒有不對 但付費軟體也沒有 沒有就是錯啦 OK 那怎麼樣呢 就是說 天下我覺得沒有白吃的午餐 雖然自由軟體 像Python是自由軟體 但問題是我覺得羊毛 比如說你今天 平排無故一直吃人家喝人家的 你都沒有付錢 你難道不會覺得怪怪的嗎 對不對 OK 就像Python 你都沒有付到錢 但Excel你都有付他錢 你也覺得用得好像還滿OK的 但問題是 只是說什麼時候付錢而已 OK 所以有很多像台灣的中小企業 其實說真的 自由軟體有時候反而 最麻煩的地方就是事後的維護 比如說有BUG的時候 有錯誤有狀況的時候 找誰 找不到人 但如果付費軟體 因為我付了錢了嘛 所以如果假設我這個軟體出現問題 那理論上你應該幫我一些忙吧 OK 大概是這樣 OK 這個 那QRGBT我大概簡單介紹一下 因為大部分同學應該對這個東西不陌生 所以我把一些比較重要的部分再挑出來 那這裡面的話其實 他這個QRGBT的話 其實他推出的時間 目前的版本應該3.5 那最新的版本其實已經4.5 只是現在沒有推出來 那付費的版本要4 只是說好像那個微軟 總是比人家早一步 他就把QRGBT的4的版本 放在他的Bing AI的那個 瀏覽器搜尋裡面 也一樣可以用 而且深層那個 那個IMAGE 就圖檔部分 他也有啦 所以其實我覺得微軟 為什麼總是比人家早一步 這我不法理解 而且這個不是Open AI的一個技術 那怎麼會 OK 所以目前來看 他其實雖然推出的時間不長 可是感覺好像已經很厲害了 所以未來 如果假設我們把這個 拿來跟那個網路的星期類比的話 網路星期大概1995 1995年 那現在2020 大概差不多接近30年 OK 來看的話 其實未來AI的眼鏡 我覺得也有脈絡可循 雖然不完全一樣 可是其實有相近之處 因為像那個1995年 那個時候也是一樣 網路概念股的股票 也是亂漲一通 而且很多公司根本就是空的 都沒有東西 但是還是拿到一堆投資者的錢 跟AI現在好像有點類似 所以未來其實 我們只是搭了順風車 所以這個眼鏡的話 應該還是可以期待 那它有一些重點就是說 它是透過自然語言處理 所以也就是說 它可以很像一個人在跟你對話 它不會讓你感覺到 它像是機器 那底下的話 當然用的延伸部分有那個 像Microsoft 365 Co-Pilot 所以未來的話 它可能慢慢微軟的Office裡面 也會加入很多像是AI的元素 比如說呢 你Word裡面其實就有Word AI 你希望它幫你寫一篇文章 你可以在Word裡面 不用再另外再叫HPT 或者是說 像Excel裡面其實也有AI 你也可以哪個函數不會 你也可以用AI 教你怎麼用 所以其實 甚至新的Excel版本裡面 已經把Python 直接加到它的Function 它的函數裡面 也就以後你寫函數的話 不再只是用VBA而已 你也可以用Python 新的Excel 不過前提是新的版本 我不知道現在它更新之後會不會已經有 但我看到它那個官網上面 已經有這個東西 是蠻期待的 也就是說你將來學了Python之後 也可以在Excel裡面寫Python程式 OK 那其他的話 像Copilot X 這個是要付費每個月是要30塊美金 它可以讓你產生程式 那其他的話 再來就是 理論上應該大部分同學 都有用過這個ChargeGPT 但是好像有一個同學 我是建議啦 如果你假設要使用那個ChargeGPT 我自己比較習慣 是我直接打Google打GPT 然後Enter之後的話 這邊第一個就是ChargeGPT了 你點開AI之後的話 你直接Login 那我是建議Login的方式 好像用那個什麼 Google login是最方便的 但你如果其他帳號你OK 因為我試過用那個註冊的方式 我發現好像它一直會跳出來 然後又要進去又要跳出來 所以我直接用Google的 好像比較沒問題 所以我直接用Google 也就是如果你假設登錄Google帳號 你直接點擊進來 它就可以直接進到那個ChargeGPT裡面 可以發問了 所以你像你之前問過的問題 其實都會列在這個地方 然後你就一個NewCharge 你就直接可以把問題打在這邊 然後它就會把答案告訴你了 OK 比如說後面我們其實可以做一些練習 就是You wantChargeGPT 特別注意喔 GPT Enter 然後這邊的話 直接可以在這裡面把問題給打上去 那目前它當然不一定是一定要用英文的 你用中文我覺得它也OK 而且問的問題其實包羅萬象應該都也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所以第一個 請各位就是有時間的話 至少一定要試著跟ChargeGPT做一個溝通 那GPT的功能其實包羅萬象 其實網路上也好 或者是一般書籍也常常講到 GPT真的全能的 但目前我們這個重點主要是 Focus在這個 它幫我們寫程式這一件事情 所以我自己個人心得 它能不能幫我寫 確定是可以 沒有問題 那寫的深度 OK 也非常OK 而且寫得好不好 我覺得寫得蠻好 而且很多地方都有註解 都註解得很清楚 這第一個 所以它能不能可以肯定 第二個的話 我自己使用的習慣是 它可以幫你翻譯程式語言 成為不同的語言 比如說你假設你會寫Pi上 你想要把它轉成Java 你可以跟它講說 請你幫我把這段程式翻譯成Java 或者翻譯成PHP 或者翻譯成C-Sharp 它是真的可以辦到 而且是做得非常好 我自己是比較驚艷的是VBA 把它翻譯成GAS這一件事 因為Google Sheets Google試算表 它不是VBA 但是你要怎麼樣可以快速的切到 等於是雲端的部分你可以用它 Local的部分你可以用以Sale 那兩個可以把它結合在一起 它其實超好用的 等於是有陸軍又有空軍的 它就結合在一起 但是問題以前你要能夠短時間 學會Google試算的Squip的話 其實不太容易 但是你藉由Charge PD 其實好像就簡單 我自己個人覺得太好了 而且它這個Charge PD 也有手機APP版 所以其實手機你也可以裝一個 那我是坐車的時候 我無聊 我把它問一下 真的也可以 所以有的時候你突然想到什麼 你想要問它 你可以把它直接在手機版本上面 也可以裝一下 也可以得到答案 OK 所以我個人的心得是 第一個它真的可以寫 而且寫得蠻好的 第二個的話 它可以幫我翻譯成不同語言 比如說VBA可以轉GAS之類的 或者Python可以轉PHP 也沒問題 OK 那第三個它也可以幫我們做一些 簡單的Debug 所以如果假設你將來有些程式寫了 但是一直Run 一直發現有錯誤 但是你一直看不出來 到底哪裡有錯的話 你可以請幫我看一下 程式哪裡有Bug 對不對 然後把程式貼上去 然後它就幫你找出來了 這一點我覺得也還滿驚艷的 大概以上就是我個人使用 這段時間的一些比較重要的心得 這個是比較優點的 但還有一些缺點 缺點就暫時不說了 OK 因為我是覺得缺點暫時都可以容忍 因為畢竟它才剛推出來沒多久 就感覺好像它只是一個小孩 小學階段 它能夠有這麼好的表現 我都已經覺得 真的是滿值得期待的 那更不要說其他的啦 像現在坊間一堆書 而且排行榜都在前面的 都是翻譯 這個翻譯 然後可以幫你寫故事 請你幫我寫一篇多少字的什麼小說 有沒有 它也可以幫我寫一篇散文 甚至請你幫我寫一篇報告 可不可以 當然絕對驚艷 你會嚇死 有沒有 請你幫我寫一篇有關什麼什麼題目的報告 幾百個字 五百字好了 一千字 它寫出來了 而且喔 甚至它寫的文章 還真的是非常好 還起承轉合 哇 真的 還有結論 這這這這 所以啊 我覺得它如果做再更好一點的話 以後很多人的工作 其實是會被挑戰的啦 OK 所以其他我覺得沒那麼重要 你們自己看一下 那再來的話 就是它的一些功能簡介啦 其他的話大概就是 目前的話大概ChargeVT跟API 不過API可能要呼叫 這個可能就不是在我們這個的重點 然後你們後面其實可以 再跟那個ChargeVT對話一下 那有關就是說 那個3.5的版本 跟那個upgrade到那個plus的版本 到底有哪一些重點 其實當然你們也可以 看到上方這邊其實它一直會跳出那個 要你去付費的一個訊息啦 就是目前的是3.5 但底下的話 它跟你講說這個GPT4 它upgrade to plus 它裡面的話到底有哪一些優點啦 不過看起來看 它根據那個官方的說法啦 其實它大概準確度會更高 另外的話增強它的自然語言 當然會讓你感覺更像一個自然人 然後其他的話 還有這些制定一些選項啦 還有增加那個API的調用 目前如果你是免費版就不能調用 所以如果你要付加API 這個一定要付一點費用 那費用的話呢 每個月其實都要付一個錢 它這上面其實有跟各位 有沒有 這邊如果你講upgrade的話 它這邊有兩個版本是要付費的 一個版本的plus一個月是要20美 一個team的版本是要25美 那你說值不值得啦 我身邊大部分朋友其實都有付這個錢 因為我覺得付這個錢 大家覺得滿值得的 OK 但目前我是覺得 如果你是初學者的話 你可能就慢慢考慮 你也不要就是付這個錢 因為你可能暫時 如果初學者我覺得 用那個free的版本 其實暫時OK 除非假設未來 你覺得這個不能滿足你的 城市的需求的話 那我覺得你是可以再考慮一下 那底下的話 比如說假設長 你可以請他幫你寫個程式 那你要怎麼寫 當然我底下有一個簡單的範例 比如說我希望他 把他放到一看 這邊比如說 請幫我撰寫一個程式好了 你們等一下也可以試一下 就是1加到100好了 1加到99好了 比如說請幫我撰寫一個程式 然後呢 後面我們有類似的練習好了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好了 所以待會的話請各位 就是第一步先幫我把環境先建置好 那待會的話我們就要進到第二個單元 所以待會請各位再開啟 雲端白板上面的第二單元 基本語法與結構控制 我們就來看一下 就是剛剛寫的這個程式 如果我要做一些改變的話 包含就是說 請各位可以練習一下第二單元 就是剛剛的程式 剛剛是用加的 那你也可以試試看 在Python裡面的運算值 就是算數運算值裡面的話 重要的話有加減乘除 然後還有這個百分比符號 是球魚數 這個也滿重要的 OK 然後還有除除 那乘乘的話是幾次方 你們也可以練習看看 加減乘除我覺得就比較簡單 但如果你假設你希望 改成什麼 改成百分比好了 OK 比如說我今天想知道 如果把這個地方改成百分比符號的話 那得到的結果是多 請問ANS答案為何 就是魚數喔 除完之後的魚數為多少 所以3除以5魚多少 3除以5 因為不能 魚3嘛對不對 OK 所以你把它print的結果 你可以看到答案的話就是3 有沒有 OK 那另外的話還有那個除除 比如說你假設啦 除的話應該會有小數點 可是你除除的話 就是除完之後的整數部分 不要小數點 OK 所以你把它執行一下 你會發現除完之後呢 於0 因為除 那如果假設你這個地方除 不要用除除 你用除的話 試一下 有沒有 0.6 它是小數點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把那個第二單元的那個 算數運算值稍微試一下 那其他還有什麼呢 還有一個這個兩個星號 乘的話是星號 所以如果3乘5的話 得到結果15嘛 可是如果你假設用乘乘的話 也就是3的5次方 OK 3的5次方的話 執行 有沒有 3的5次方 2次3 OK 試一下 先了解一下算數運算值